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根定的线图 你可以看到我已经把它的均线 跟这个Vorion Beauvoir的指标全部拿掉 只是剩下K线罢了 然后呢我画了几条线 主要就是这一条直升线 这条线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之前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 都是他之前的关键支撑 他在这一天的时候 这边的时候已经是DEPP了 DEPP了这个关键支撑 然后在底下排回了几天 形成了一个移钩 你看这个是移钩 一个U转 这U转呢 最早在星期五的时候呢 曾经一度涨上去这个 这个关键线 它已经DEPP了 这样它回去的时候 就会变成阻力线 它是一度DEPP了 它还没有confirm 如果它星期一的时候 可以出现一个青色蜡烛 在这条4.53上面 它就有机会 继续往上挑战这个GAP 这个GAP 它就有机会去补这个GAP 这个就是信号 如果它星期一的时候 没有能力 站上去这条線 这样它就可能会继续往下去了 就千万千万不要去接到 所以说这个4.53呢 是一个它的一个关键的价位 它可以不 它未来走势 就看它可以不可以 所以站上去一个4.53 4.55 我是说站稳再上去 是收盘价要站稳上去 就有机会继续往上去 所以这个呢 站稳上去就是一个 买入的讯号 如果它站不稳 倒退回来 这个就是一个卖出的讯号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